好 繼續帶您來關注的是俄烏戰爭 目前烏冬天氣寒冷 最低體感溫度甚至降到了零下40度 傳出有俄國士兵在壕溝被活活凍死 巴赫姆特俄軍營地大爆炸 幾秒後另一枚炮彈正中 濃濃白煙冲出門窗 從另一個角度看 營地幾間鐵皮屋輪流被打中 這是烏军公布最新影片 連環砲襲 屋頂布滿秘密麻麻的破洞 俄羅斯軍營遭炮彈棋襲 是烏克蘭炮兵的傑作 驅駛著德國PTH2000自走炮 這個小隊免日任務就是朝俄軍猛轟 但要在寒冷的冬季對抗俄軍考驗士兵的意志 因為巴赫姆特戰場氣溫最低到攝氏零下40度 烏克蘭商議媒體United24告訴大家 冬季作戰最重要的三大考量 第一要素 士兵傳上西方送來的白色冬季迷彩保暖 第二必須挖掘更多堡壘壕溝 因為天氣冷作戰腳步放慢 防衛 Veterans保暖比輕… 就是 sla Summer 士冬恨呆滅 én 桌吻 手札 是必須四五 Jaz 可見 bl它是硬梭 贏 ? 快動 甚至 �� hundred 同一 最后一个考量则是军备 坦克战机骑上保护色 怎么在雪中移动不被发现也是学问 保暖 潮沟 装备改变 就是冬天作战三要素 相比之下俄罗斯准备似乎不足 被排到实名洞江躺在地上发抖 还有俄军战哨冷死在豪沟 但春天就要来了 战场可能出现变化 担心二军二月暴富式进攻 来自加拿大第一辆鲍日坦克 已经降落波兰送往乌克兰 美国也宣布最新一波22亿美元军员 武器射程越给越长 但远远不及乌克兰想要的200公里射程飞弹 乌克兰国防部长继续请求军员 不过传出泽文斯基决定要将防长换掉 由37岁的现任情报局长布达诺夫接任 外界猜测人事大地震或许跟乌克兰国防部 贪污丑闻有关 西方对乌克兰可能又有最新的军援了 法国跟意大利已经传出同意提供防空飞弹系统 详细内容交给自身记者陈向如 是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现在法国跟意大利已经同意乌克兰 提供给他们CMT的陆基车载防空反飞弹系统 而这是首套欧洲远程反飞弹系统 将于今年春季的时候交付 用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 飞弹以及战机 再来看一下CMT的话 它基本上是结合了紫苑三十型的防空飞弹 以及Arabel多功能的电子扫描雷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了欧洲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他们为法国跟意大利增够了七百枚的紫苑防空飞弹 主要当然是用于援助乌克兰 再来看一下CMT的发射连 它基本上是可以击落了中短程的弹道飞弹 例如俄罗斯现在常用的伊斯坎的M飞弹 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击落的是巡异飞弹 以及无人机 同时的话CMT它最大的拦截距离是一百公里 最大的拦截高度是二十公里 俄军最近悄悄开辟了新战线 沉疾近三个月的南部阵线 俄军蠢欲动 不仅调派了战舰增援黑海军队 还传出集结了三万大军 部署在马里乌坡尔 一百二十五毫米滑膛炮活力全开 俄军实弹演习药武扬威 刻意展示的就是主战坦克 T90M的改装进化版突破型 跟西方国家援助的先进坦克互别苗头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吓叫正也没在客气 俄军加大火力猛攻乌东战线 乌军担忧很可能只是前菜 随着春暖花开的脚步接近 没有了天气阻碍 真正的主菜图穷笔线 俄军的黑海舰队对乌军来说 始终如王刺在背 现在传出俄军吊派能够发射 巡异飞弹的战舰增援黑海 恐怕就是准备侧应定面进攻 不仅如此 现在更有消息传出 俄军在马里乌坡尔部署了三万大军 乌南战线一系之间草库皆兵 事实上乌军自己也很清楚 决战关键很可能并非现在激战的乌东地区 乌南战线自从光复赫尔松之后 近三个月以来 战线几乎没有改变 两军对峙 炮击不断 只有零星试探性的进攻 乌军若是从扎波罗热 展开大局反攻 最有胜算 不仅能够掐断距离前线 只有二十公里的铁路补给线 还能一路杀到亚素海岸 众生只有九十公里 就能够一举将占领区一分为二 收复西边孤立的克里米亚半岛 如碳囊取物 就在同时 乌尔双方再度达成换球协议 两边加起来将近两百名战俘 获释回国 双方都想保存战力 眼看决一死战的态势 越来越清晰 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认为 这六个月是乌克兰的危机存亡之秋 然而根据瑞士媒体 新苏黎世报披露 上个月中旬 伯恩斯本人密访莫斯科 他代表拜登总统向普清提议 以乌克兰放弃20%的领土 相当于整个顿巴斯地区 作为条件交换和谈 终结战争 但是美俄双方一口同声 否认到底 但是普清有无可能还盘算着 斩首泽伦斯基拼速战速决呢 去年三月以色列前总理班奈特 曾到莫斯科 当着普清的面这么问 问题是普清的保证能性吗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认为 普清说谎诚信 说一套做一套 就连西方国家也唱衰 俄军有多大的能耐 大家都看在眼里 毕竟乌克兰现在有西方的先进武器相助 春暖花开 决战时刻 山雨欲来 胜负有未可知 TV新闻总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